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有任何人的简报 能媲美苹果创办人贾博斯 贾博斯发表第一支iPhone时 曾说这一次苹果重新发明手机 马上勾起大家好奇心 心想他到底要说什么 产品本身固然是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 但有故事的简报更是重点 想像今天你要重新规划 一家被连锁店围攻的居酒屋 该怎么用简单用吸引人方式 跟大家说明你的计划呢 我们先来说说淘太郎这个故事 第一幕是开头 也就是用什么来激起观众的好奇心 第二幕是核心 也就是如何 这其中更可分为三段障碍 考验着它 第三幕便是结尾 也就是结果 接着我们把它融入居酒屋的重生里面吧 第一幕开头 第二幕核心 第三幕结果 简报最后的重点 就是把想说的事情浓缩成一个重点 用一句话盖瓜 更能让听众知道你想说什么 利用故事简报数 你的报告是不是更精彩 而且简易所得呢